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条龙的课程 我们这段时间 大家一起学习地质规 出则涕的部分 这个替主要精神 能恭敬长辈 能够有爱兄弟 这个都算我们处世的礼仪 礼者敬而宜 我们这些伦常的礼仪 都是培养我们的恭敬心 市长在了凡视讯当中 讲到行善 有一个总词的法门 叫爱静存心 其实地质规的经文 都是指导我们 用爱心 用恭敬心 对待家人 对待他人 就像师长常常说 学佛就是用真心 这个爱静 这个爱静 都是我们本有的真心 那我们能了解到 我们修学佛法 修学传统文化 都是爱静的心 都是用真心 那我们从 谁开始爱静呢 那很自然的因缘 一定先从最近的父母 兄弟姐妹 长辈 开始 孝经上说的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德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所以我们儒家这些教诲 很符合人情 事理 能敬取辟 我们行仁爱 这个论语当中 人提了一百多次 代表行仁 这个是孔子教诲的核心 但是行仁 也是从敬而远 由亲而疏 这个能敬取辟 这个赤地 很重要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都是由敬 而远 不能 敬的人 都不爱敬 反而爱 跟自己关系 比较远的人 这个有违背常理 那我们所学 展现出来 叫做违背常理 那社会大众 很难理解 甚至于不能接受 我们有时候 学习 传统文化 学习佛法 学得执着了 有时候 自己没有察觉到 执着起来 有点如入无人之境 有听到同修讲了 传统文化很好啊 谁阻止我学 谁阻止孩子 学 我就跟他 干架了 大家听一听这个话 听起来好像他很对 所以人人红道 非道红人 是人 他的用心 他的一言一行呢 跟经典相应了 他才能把 传统文化 弘扬开来 不是说他拿着 传统文化的经典 然后 要求啊 所有的人都要接受 那这个反而 会起到 反效果了 我记得 小的时候 读过一篇文章 就是北风 跟太阳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有点头的 可能 年龄跟我差不多 可能下一辈的 不一定有读到了 这些预言呢 其实都蛮有含义的 有一个行人 衣服穿的 穿的一件大衣 那这个北风 可能好胜性比较强 就跟太阳说 我们来比一比 谁能 把这个行人的大衣 让他脱下来 那北风说 我先来吧 他说北风就 吹得很强啊 希望把 这个行人的大衣 给 吹下来 结果他 越吹越大 这个行人呢 大衣就 越裹越紧了 吹到这个北风 快没有气了 那只好 作罢了 好吧 那让太阳 试试看吧 接着太阳呢 只是微微一笑 太阳一笑 光芒就散出来了 这个行人呢 自己就把衣服脱下来了 所以佛家常说 衣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心用对了 这个我们的家庭关系 才会转变的 包含家里人对 传统文化的认可 他才会往好的方向走 假如我们的心念是控制要求 那很可能就 适得其反了 所以这个心呢 才是根本所在 就像夫妻之间 这个教育的方式 认知 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学传统文化的 不是强迫对方 一定要照我的去做 那我们这个态度 本身就不是传统文化的态度了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应该是 言以律己 欢以待人 另一半不能理解 那我们 要顺势而为 借由发生的事情 很好的 去引导 去探讨 很多观念不能强迫他 马上就能认识到 能够顺势而为 人家感觉到我们的柔软了 慢慢 他能体会到了 他的善根 慢慢自然 流出来了 不能是强迫接受的 刚好昨天 跟一个同修 因为最近在 欧美一带 接触到不少同修 那有很多是 异国婚姻 不同国度 的夫妇 结婚 其实这个难度比较高 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 那这样的夫妻相处 那更需要柔软 更需要设身处地 那有一个同修 他就说到 他先生是英国人 那先生信听主教 那他自己信佛教 有一天呢 他先生就说了 所以你们佛教很好啊 你看你从来不强迫我 去参加你的佛教 大家看 没有强迫啊 人家反而感动了 这个用大陆的说法叫 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人在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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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身边的人都在感受我们的状态 我们不能强势了 就如露无人之境了 别人的感受都涉不见了 到时候呢 都没有体恤别人的感受啊 我们的做法 人家又不能理解啊 到时候 人家不能理解 当然就很难配合了 那明明是我们的行为啊 造成人家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的结论呢 很可能都是 别人来障碍我了 明明是自己的做法 让人家不能理解 但是结论都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 所以经典里面的每一句话要做到啊 真的不简单啊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假如这一句我们能放在心上啊 那我们不会怨天尤人 不会指责别人 只要我们有那个指责的意思啊 指责的言语出来了 其实我们已经忘了这一句话了 我们没有随顺这一句教诲了 随顺我们的习惯了 所以 另一半都在感受啊 你没有强迫我啊 要去参加佛教的活动 反而我们天主教的活动啊 你都很愿意啊 跟我去 自己的行为 横顺众生啊 你还赞叹他的宗教啊 人家很欢喜啊 所以老儿上说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理解谅解 或者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啊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在老儿上这一段话很精彩啊 反省才是开始觉悟啊 发现自己的过失 立刻就痛改 改正自己的过失啊 叫真修行 修行是知过 改过 我一个听到德国的同修 讲他德国的邻居啊 他还不是华人呢 邻居啊 他接触到 不同学佛的华人来 有的学到邪教去的 他们也在看哦 他就跟这个 我们尽忠的同修讲 你们学得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学了之后啊 把家庭照顾得很好 你看他们学迷了 整天跑道场啊 家里的事都不怎么管 华人以外人家 德国人 人家都在看啊 所以刚刚提到 儒家这个次第啊 很重要啊 能静取辟啊 由亲而疏 由静而远 人家才能接受啊 哪有你最轻的人 哪有你本分都不静 然后跑去说要弘扬 正法要利益众生 这个一般的人 接受不了啊 所以我们 处在汉地的 因缘 汉地传的是大臣佛法 那大臣佛法 要建立在小臣的基础上 可是我们看从 宋朝之后啊 小臣 两宗啊 就没落了 没落的不是说 小臣不用学了 是在我们汉地的 因缘当中啊 儒家跟道家 取代了小臣啊 因为老百姓 对儒家道家很熟悉啊 那熟悉 很容易接受啊 而且呢 儒家道家 教导的心量啊 有些地方都超过小臣啊 我们看 这个大学 讲的 古之欲 明明得于天下者 你看那个心量 就是为天下着想啊 小臣比较是治疗啊 那老子说呢 圣人无常心啊 以百姓之心为心啊 你看这个心量广大 跟大臣都是相应的 所以汝道 是大臣的基础 但是现在 这一百多年呢 传统外学习比较忽略了 可能忽略的都有 三到五代人啊 那我们 儒家的基础 道家的基础 缺乏 一下又缺大臣了 所以没有基础啊 有时候 学出来 会挺怪的 怎么得不到 家人 大臣的认可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反求诸己了 不能说别人 没有善根啊 比方说 儒家特别强调的 夫子之道 忠述而异 儒家的教语 以这两个字为核心啊 言以律己是忠啊 欢以待人是数 那我们有没有 常常是这样来存心呢 欢以待人呢 会让人家没有压力 人家不会抱怨我们 论语说的 公自厚 就是自我反省 严格 无责于人 不苛责于人 则远怨矣 远离别人的埋怨 假如现在我们家里的人 对我们颇有怨言 那应该我们这个 忠述的心呢 不足了 我们看老和尚好多教诲啊 都跟这两个字是相应的 比方老和尚讲 《无量寿经》常常说啊 仙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这个就是疏道 有同修 谈到了 怎么放下 对长辈的埋怨 可能长辈有做一些 不妥的事情 老和尚就知道我们了 因为这几代人没有许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的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怪不得他会这样 我们有这个心境 不会跟人对立 度量越来越能包容 所以我们心上还有不能包容的人 那这个疏道我们还没有 功夫还下得不够了 这个我们都可以检查的 老和尚说 学佛首先 过宽心量 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老和尚说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这就是疏道啊 别人错的也是正常的 他一定有他的前因 才会有现在的一个结果 我们往往了解前因的时候 不只不会生气 反而还 会很难 联系 怜悯 就像我们在学校教书 看到行为偏颇的学生 一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被妈妈抛弃了 爸爸又是流氓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 怜悯他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还跟他生气呢 都有他的前因在 你说像我们的长辈 人生难得呢 又身为中华儿女呢 有五千年的智慧 可是他们没有学到啊 你从这些角度去 他们也挺 可怜的啊 我们就不会 太苛责于他们了 而且很可能呢 他们没有学到 可是他们也很希望我们好 只是方式方法 不躲淡而已啊 所以这个 我们学大臣呢 首先主家这个忠肃啊 常常要放在心上 再来 鲁家 忠庸说的 君子之端呢 照端于夫妇啊 君子的修养啊 在哪里下功夫啊 夫妇的相处 因为夫妇关系是最近的 同一间房间呢 最近的人 静处不能感动啊 未有能及原则啊 所以主家讲的 你的修养要从哪里开始啊 从夫妇的相处啊 但 据成德的观察 我们学佛的人呢 肯从夫妇关系下手的 不是很多 所以我 越来越觉得 学儒家还是蛮重要 这个基础很重要 老和尚也说啊 你学佛啊 反而家庭不合 你学错了 这句话 老和尚常讲 奇怪了 我们好像会 自动屏蔽这些话 常讲的还屏蔽 所以这个变成是用自己 好物啊 在选择老和尚 讲的东西了 嗯 所以真正善学的呢 是在境界当中啊 懂得放下分别执着 以老和尚的教诲去做 不善用心呢 会在老和尚这么好的教诲当中啊 继续分别执着 啊 挑老和尚讲的东西 不就是在分别 在执着吗 所以我们 没有抓到修学的核心呢 是放下分别执着 你遇到 最殊胜的缘呢 反而 当面错过 甚至越来越执着 哦 那这个就 太冤枉了 太可惜了 所以会修的人呢 在每一个境界当中 六根接触六成 这个是老让 讲经当中 频率很高的 其中一句啊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叫会修行 那不起心 不动念 不容易 我们到极乐世界 在练这个功夫 我们现在练 不分别 不执着 在哪里练 吃饭的时候要练 对饮食 误减则 时事可误过则 在面对一切人的时候 要练 我们都理静 不分别的 不要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那就在面对 人事静缘当中 身分别执着 所以老和尚常举禅中的话 你会吗 会的话就是在 静缘当中放下 分别执着 所以我们面对老和尚常的教委 不能在那里挑 要百分之百听话 不能挑 挑了就是跟自己学的 不是跟老和尚常学的 那一天 有个同学问我 说 可不可以只学无量寿经 不要学地质规了 我当时一听 我觉得听话很难 他跑来问我 这个老和尚都讲了 你看我们都说 我每天都听老和尚讲经 奇怪了 他怎么还来问 马上跟他说 这样不对 都说他一定不舒服了 我要说 这个地质规 也是无量寿经 我还得顺着他 横顺皱身 你比方说 无量寿经说的 善户口业 不激以他过 那他是一个礼 要落实在事项当中 那地质规太上感应篇 他就是具体的落实 你要 道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欲失眠 阳人恶 即是恶 再来 身口意 第十规里面 有关讲话的 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了 所以你 无量寿经 具体要落实 落实在这些 事项当中 所以我们 爱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 修学 首先要随顺 圣贤 佛菩萨 教诲 随顺 我们所依止的 名师 教会 从名师 受戒 明白的老师 那假如 有 同修 比方说 信任我们 出家人 那我自己 还学不明白 那他 信任我 怎么办 我带着 他 一起 医治 老上 这个名师 这个事情 都是 圆融的 但是 我不能 打肿脸 充胖子 我不能 跟他说 你跟着我 保证你 这一生 成就 哇 那这个 我变成 妄语 这修行 学贵 自知 要有 自知 之明 不能 人家 一 一 崇敬了 就 不知道 自己 有几两重 那 别人的 尊重 变成 自己 好为 人师 的 真上缘 这个 就 危险了 也有同学问了 说 可不可以看 心理学的书啊 我心里想 老上的经教 我们听的时间 都不够了 怎么 还有这么多想法呢 而且 更重要的 关键在哪 当我们的 知见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政治 政见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心里还有一些分别执着 当你看了这个书 它本身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你分辨不出来 结果你的分别执着跟它还挺相应的 哎呀 讲得太对了 你这个认知 一下去啊 你不对 就很难转了 舍身容易 舍贱难 你错误的认知啊 你要把它转过来就很难 大家看那个书举里面 排行榜第一名的书 是不是佛经啊 是什么书啊 哇 可能教你怎么赚钱的 财色名利啦 排行榜第一名啦 你看看的人 会不会在那 哎呀 讲得太好了 他就被误导过去了 所以修学首先要建立正知正见 它才能让我们在境界当中判断 是非 邪正 真位 厉害 这些才判断得了 可是正知正见的建立 你要依止一个老师才行 所以老儿上常说 李秉兰老师给他开三个条件 这个我们都听了好多遍 老儿上的根性还要所三个条件 我们不如老儿上的根性很多啊 我们假如不守这三个条件 我们的心 很难越来越亲近 我们今天学佛 三年五年时间都在增加 但实质 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了 我们的习气有没有越来越放下了 不是说我们学的时间久了 我们就比较得力了 我们没有依教奉行的话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 就会往后退了 所以我们观察自己啊 观察身边同修 有啃手这三个条件的 心才能够越来越清静 不然我们所处的年代啊 知识爆炸 每天的讯息量那么大 你假如不会判断呢 很多讯息随时都在 误导我们都有可能 好 那刚刚跟大家聊到这个 儒家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汉地的因缘 所以师长老人家一代识教 有一个很核心的理念 就是先扎善根 再一门深入 你一门深入一个大臣经典 但是你要有小成的基础 那扎三根就是扎基础了 儒家还有一段话 在中庸当中 所以四书啊 论语梦子大学中庸啊 这个是以前读书人的身份证啊 必读的书啊 老阿上也是强调 小学学做人 圣学根是根 松学学做事 诗书 当我们提到 学做事啊 我们不懂得怎么做人做事啊 哪怕我们是好心啊 可是也会啊 办了坏事啊 因为我们 这些做事的原理原则 没有掌握好啊 可能事情因为我们了 受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听到 有同学在谈的时候 说到了 发心就好了 发心 这个心角落发的真啊 心 行一如啊 行为跟心是一不是二啊 真正发心的人 他一定会去提升自己的做人做事 这个才是真发心 我们也有见过啊 发心 到到场来了 但是顺着自己的习气做事情 都要别人顺着他 不是他顺着别人 那别人都得顺着他的脾气 顺着他的习惯 那做起事来 变复杂 人家跟他配合挺累的 那这个变成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 所以 这个事书里面呢 有关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啊 真的有机会啊 我们也要好好地来学 才行啊 孟子说的物欲数 物见小利 这个物欲数就不简单了 我们感觉啊 自己念佛不得力 功夫不得力 往往是 这个太着急了 一着急就服照 这个佛是念不住的 孔子这些话呢 很有道理啊 做什么事情呢 不能急于求成 要 夏年居导居是说的 神聚木段 岩堤石川 水到渠成 瓜属地露 不能着急 唯学第一功夫啊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那我们现在 静下来看看 自己 容不容易着急 假如容易着急 有没有 下功夫去对峙 假如我们还是着急啊 那这个我们去做事啊 真的 能够把事做成 真的不给别人负担呢 都很难 所以 物欲速 物件小利 我们这个 成长的背景啊 比方说我两三岁就到 高雄市了 经济快速发展了 我自己受不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也定瘦的 那这种经济快速开发 就会有功利的倾向 就会做表面 急于 看到效果 所以修行其实是转变自己 还没有学佛以前的 这些观念 这些习惯 这叫修行啊 所以欲速则不达 见小利啊 大事 不成 所以君子物本啊 不能做表面功夫啊 本利而道生啊 所以这些 做事的句子啊 都是蛮关键的 好 好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 中庸有一段话 树富贵 行夫富贵 自己刚好 这一生比较富贵 怎么在富贵的 因缘当中行道 富而好利 富而好失 你不要 富有 然后去过乞丐的生活 人家一看呢 很不舒服啊 你都要能体恤到 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啊 不然你做了 反而让人家反感 树贫贱 行夫贫贱 比较贫穷 但是贫而乐 没有贫贱呢 反而惨媚 反而怨人 没有这样 树以敌 行夫以敌 你到了不同国度了 树患难 行夫患难 你刚好 面对逆境二元了 你也安住 没有去逃避 没有去退缩 所以君子 无路而不自得 你在任何一个姻缘 甚至你任何一个身份啊 你都是自在的 你这是安住的 修行要能安住当下 不然呢 都是烦恼做主 那天有个同修说了 他最喜欢读金刚经 好像每一句呢 他都读得很欢喜 其他的大神经啊 好像没这个效果 那可能他过去深 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过去深 金刚经修得比较深入 那他刚好提到啊 他很难放下 跟长辈的一些情节 长辈有一些 做得不妥的地方 有时候啊 这个 比方跟父母的关系 有一点 障碍 然后又去听人家说 哎呀 这个算命的时候 我命中啊 就是跟父母没有缘 哇 你看一听 就好像很合理化 哎呀 我命中 本来就是这样 修行人 还让人家算得都很准啊 那不就就白修了 修行人就是心转了嘛 那所有命中的这些 情况都会改善嘛 净谁心转了嘛 那 陈德就跟他交流到了 因为他 他说跟金刚经很有缘嘛 我就跟金刚经跟他交流 你跟他很有缘 你要把他用上啊 所以老和尚 讲经当中 还有另外一句 出现频率非常高的 这些经典要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那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常常觉得 跟长辈 好像沟通很困难 为什么 心里面流了太多过去的印象啊 讲没几句啊 好像对方的言语啊 就把我们过去的 档案通通调出来了 一下子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也有同学 也有同学讲到了 这个我 跟朋友 好像也不容易发脾气啊 可是跟家里的人 就很容易发脾气 其实我们问这个话的时候啊 那就代表我们 关照自己的心呢 不够深入了 很多问题了 不能问别人了 要问自己啊 关心为药啊 我为大师这四句啊 很有味道啊 我们的修行啊 没有离开这四个纲领啊 净土为归啊 归宿啊 我们不净土为归 就要去轮回了 不是开玩笑的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是我们救命稻草啊 不然我们出不去啦 持戒为本 戒为无上不提本 尤其是孝清尊师 这个大根大本 一个人有没有进步啊 不是看他 听了多少不经 念了多少句佛 不是看这个的 看他孝敬的心 有没有提升 这老外上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你听了很多经呢 没有入心 入心呢 一定改变自己的心境 那真心是从 孝清尊师啊 慢慢显发出来了 就是地藏菩萨的表法了 开发心地 保障了 所以 梵王菩萨戒经 强调了 孝明为戒 孝是戒 一名自子 因为孝兴起来了 得有伤 宜亲修啊 当孝于佛啊 常念师恩 我们 随顺习气了 那 佛菩萨老和尚脸上抹黑了 这种孝敬心起来了 不愿意 造恶了 持戒为本 观心为要 这个 观照自己的心念呢 很重要啊 任何人护念我们 都是刚好有机缘 大家探讨 切磋 如切如磋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我们自己 跟自己相处了 我们的心念 是什么状况啊 这个只有自己清楚了 所以儒家特别强调 圣读的功夫 因为很多时间 是自己跟自己相处了 内不欺己啊 不能自欺啊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呢 这个不欺天就是 天地鬼神啊 诸佛菩萨 君子所以圣读也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客人啊 心地功夫 都得自己去下的 比方说我们问 哎呀 我念佛念那么久了 功夫怎么都不得力啊 那代表 我们在念佛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去 观照自己的状态了 常常都要向外去问人 修行要靠个人 那祖师大德啊 很多都指导我们 怎么念佛 所以当我们觉得 我们念佛不得力 我们有没有主动 将老和尚啊 印光祖师啊 偶艺大师啊 夏连居老居士 这些高僧大的 他们针对念佛的指导 我们有没有拿来 对照对照 问题出在哪 假如没有 那代表我们一个 主动修学 主动突破的态度不足 这个都可以在 境界当中 查到自己的问题 心要静啊 就能观照到了 孔子说啊 不曰如之和 如之和者 无莫如之和也 一一 如之和该怎么办 孔子这句话提到了 一个人 不管是求学问 或者做事啊 遇到 遇到 挑战了 他不会想着 该怎么办 该怎么突破啊 他没有这个态度的话 孔子说那我也拿他 没车了 无莫如之和也 我也没办法 老上讲经的时候说 你没有具备哪些态度啊 孔子来教 也教不了了 为什么 孔子 佛陀 他是我们的缘啊 祝缘 万法 因缘 所生啊 有因有缘 有殊胜的结果啊 而因缘当中啊 佛门讲的 很精辟啊 亲因缘 这个在自己的身上 最主要的因素啊 亲因缘 所缘缘 是外在的缘呢 我们去 缘这个缘 去亲近这个缘 无见缘 不间断的 去亲近 还有真上缘 那 四项啊 亲因缘 所缘缘 无见缘 真上缘 可是更 仔细的去 体会 外 这个 这个亲因缘 以外的三个缘呢 还是这个 自己决定的 哎 因为你要去亲近哪个缘 自己决定的 所缘呢 你亲近他 持续不断 比方说我们遇到老和尚呢 我一天 听十分钟 还是我一天 听 两个小时 那这个是自己决定的 他真上缘 然后像这个真上缘 我是百分之百 听话 还是呢 我在这个缘当中 分别执着 挑着这一句我要 那一句我不要 这个真上缘 到底给我们什么 影响 还是我们决定的 所以老祖宗说 行有不得 反求自己 有道理吧 而 天助自助者 你自己要帮助自己了 你自己要成就自己了 外面这些缘 才帮得上我们 我们假如自我放弃了 你遇到再殊胜的缘 他们也使不上理 所以 这个修行靠个人 这一句话 我们要好好去体会 不能都是 没有很好的 静下心来 反省 关照 反而还寄望 常常都是寄望 别人 可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 指出来 我们每天跟自己 二十四小时在一起 那刚刚 孔子这一段话 就 点出了 一个求学的人的态度 是很关键的 要主动 突破 就像我们念着佛 为什么 夹杂这么多妄念 我们不能有妄念的 就很 很难过 我们都要在自己的 这些心念当中 更自知 我们往往 做一件事 遇到一点挫折 就容易 负面情绪就上来了 应该很积极地去面对 我有这些念头 代表我不容易放下 这些念头 这些就是我比较 执着的人 事 我才会常常冒出来 所以连做梦啊 也都在帮助我们休闲啊 日游所思 夜游所梦 代表这些东西 我很牵挂留恋 那就懂得要 在这些地方去放下 以礼则情 以礼智啊 调伏这些情势 就好像 我接触不少当父母的人了 我说当父母这个静缘也是行菩萨道 但是很难的是呢 要放下控制要求 因为很容易就起来了 你是我的孩子 这个我锁就很强了 你会修的话 在这些地方下功夫啊 那你就有不入了智慧了 极相 离相啊 没有产生这些控制 占有的念头 那这个当父母了 容易操心了 孩子操完了 操孙子了 那我们 比方静下心来 操心 对自己有没有帮助 对对方有没有帮助 那我们学佛就是 自觉觉他 假如对自己 对别人都没好处的事 我们干嘛还去做呢 没有帮助的念头 我们干嘛还起呢 用这些教理啊 我们就懂得转念了 把这个操心转成什么 转成念佛啊 对自己很有帮助呢 这个功德还可以 回向给对方呢 所以都是好事 只要我们正向去面对它 每一件事就让我们更了解 自己的问题在哪 怎么去突破它 那这个都要修行靠个人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个 鲁家这一段话 君子无路而不自得 有这种心呢 我们才能 安住当下 我们的心不能安 我们一定落入 过去烦恼 现在烦恼 未来烦恼当中 我们的心都不能安住 我们真的可以去利益他人吗 不容易了 有一位女士 她就问到了 她说法师像你现在 你看你就可以 全身心啊 做红法的工作 像我成家了 就不能了 大家觉得这个念头啊 对它会有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而这个念头呢 会不会影响他不能安住当下 常常照顾着孩子的时候 就想 哎呀 我怎么还得来还债啊 他可能每一次看到我 他的心又开始 哎呀 像法师这样多好啊 一看念头都 不能安住 我们 这个念头里就有分别执着在了 就有比较在了 人一比较啊 就生烦恼了 我就跟他说了 这每个人缘不一样啊 你要安住在你的缘 像成德 有机会啊 跟大众交流问题啊 比方说 大众提出三十个问题啊 我仔细观察一下 超过一半都是家里的问题 孩子教育啊 家里人相处啊 家里人相处啊 尤其夫妻相处的特别多 所以假如他安住了 他透过老儿上教诲 完全去落实 首先他夫妻关系啊 会越经营越好 他亲戚朋友就来请教他了 他能不能红法立身 而且他是现身说法 像我们红法 可能那大众 听我在讲夫妻关系 心里想你又没有结过婚 或者听我讲教育小孩 我看他的眼睛 头是在点 清理在想 你有没有当过爸爸 现在这人很难 说服的 疑心都很重的 你不现身说法不简单了 所以儒教修行 是第一供养 你真正依教奉行 真正做出来 现在的人都很苦 假如你五轮关系 相处的容下 有善根的人就来请教你了 所以其实 心能安下来 当下就是最好的缘 每个人人生的际遇 过去一生的缘都不一样 心安下来了 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加持 自己只要护好心念就好了 后面弘法立身的缘 佛菩萨自有安排 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女士 她也是学了传统话 教她孩子十几年 她分享很多具体的例子 我说下一次我讲课 可不可以约你一起来 跟家长沟通的时候 可以让她献身说法 所以 这个 请佛注释 要先请自己 也看到 我们很多同修 像 从胎教就教育孩子 这个都有怨心的 不然做不到 因为传统话忽略几代 她要坚持去做 这些长辈家人 不一定能理解 所以她都要很柔软 她不够柔软 这些不理解的 都会形成 对她做这一件事情的质疑 所以力士练兴 人都要在这些境界练 所以儒家这几句 真的都帮助我们 能学好大成果法 这个基础才能稳固 那就像我们 这个弟子规 接下来这一段 这个是出则涕 最后一段的 长者立 又物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身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我们随着这个经文 去感受感受 每一段经文 在培养我们什么 每一段经文 都是让我们 恢复真心 这些句子教我们 恭敬长辈 禁闭区 退闭 问起对 事物 事诸父 如事父 事诸兄 如事兄 那 长辈 站着 那我们年幼 就不能先坐着 那我 像成长的 家庭 爷爷奶奶 那些长辈在 包含 那一天我姑姑 她出价前 都住在我们家 她发一张照片 给我 那时候我可能 才一两岁吧 那个照片 她随时放在 她的包包里面 就姑姑 跟我们感情 都很深 那你从小都是 跟长辈住在一起 就很自然的 长辈坐着 你不可能就坐下 你心里也会 觉得不安 你对他们有一种 恭敬心 长者请我们坐 我们才坐下来 那常理举药 这个也是 李秉兰老师的 两股用心 因为历朝历代 政权稳固之后 都会治理坐月 但是民国之后 这件事没有做 那当然 从国家层面来做 那是最好的 从民间 那是比较辛苦的 但你看李老也是用心良苦 孔子说 的精神是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李老也是 那李老也是尽他的权力 在复兴文化 我们看 我们看李老 跟着孔德成先生 到了台湾 孔子是主家的代表 他嫡传77代孙 他的子孙历代 这个嫡传 都是当时候的朝代 封他们官位的 到民国还是一样 奉仕官府 护着这个孔子的命脉 还编了这一本 常理主要 这个道德仁义理 理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假如理都不懂 那要修道德仁义 几乎是不可能 为什么 理不懂 跟人相处 就让人家生烦恼了 更高了就谈不上了 所以李老说的 常理主要 我们学了 让人不讨厌我们 是这个标准 那我们听到说 这个不让人家讨厌 他必须学 你不学了 谁因自己生烦恼 自己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脑害众生了 所以李济 讲到了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没有理的基础 道德仁义 学不成 孔子也说 不学理 无以利 不学理 不能在人群当中 立足 常理主要 居家篇有说的 长者立 不可坐 长者来 必起立 我们坐着 长者走过来 有这个恭敬心 自然就站起来了 小孩假如不骄 长辈走进来了 他看电视 这个头转九十度 嘿嘿笑一下 又转回去了 不过还能笑一笑 也算不错 这个时候就要先从 笑一笑赞叹一下 教人以善物过高 他有优点 赞叹 他的善根就会慢慢增长 你不要一下子 高的标准 道理又压过去了 他又不欢喜了 身反感了 这一点很重要 还是要忠述 不能高标准 要求别人 宽以待人 言以律起 这样就能让人家 如木春风 这个忠述 假如用了凡世心 一段话来诠释 那就是顺在雷者那一段 其实家庭关系里面 会有不顺 就是没有符合这一段话 其实经典很好用的 作为忍者 比方说你现在家里面 你觉得不顺 相处的不融洽 你说跟这一段没关系 你一定要写给我 你不写给我 那我就讲错了 讲错我要复因果了 下错一个字转语 要剁五百事也呼声 所以不能讲错 所以大家假如说 你觉得这一段话呢 我用出来了 还是不能解决 我家里面 人跟人相处的 这些不愉快 拜托一下 一定要写给我 当然 陈德举这一段的用意 是什么呢 是 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 这些经教是真管用 重点是你有没有用它 我们现在学的呢 就好像看病了 抄了很多 这个药单 都没有去抓药 也没有熬药来喝 也抄了很多 哎呀 你看这些多好啊 哇 那你没有喝下去啊 就不得利益了 那天有个同修 我们交流的时候 他突然讲一句话 哎呀 好像没有 好好把一句经典呢 落实他一段时间 他这个领悟挺难得的 孔子说 为也三月不为人呢 所以 把一句经文 变成自己的心境 习惯 可能要三个月啊 不间断的 加功夫啊 就变成习惯了 那顺在雷者这一段啊 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几次了 这个 大家可以去对照对照 那核心啊 就是别人不好啊 你能包容 你不去啊 给他难堪 那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有所顾忌也不敢做 他知道你知道啊 可是你都不讲他 反而无形当中啊 有一种 一种 威严在 这个无生胜有生呢 这个 刚好 陈德想到 比方说 你先生 他 提到啊 自己哪里做的不妥 结果这个 太太接话 说 哎呦 你有进步哦 接这个话呢 大家想一想 他先生听了之后 舒不舒服啊 人要用心去感受 自己的状态 感受一个言语 给人的 感觉 因为 先生在那里反省的时候 你突然接一句 哎呦 你进步不少哦 好像自己在平分一样 你接一句 哎呀 你也挺不容易的 那听起来就不舒服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甚至于 哎呀 其实我也做的不是很好 当然 大家不要被公事啊 当话术听 就是那个 言语 他是 有能量场的 更重要的是 自己 讲这句话的心境 所以了凡事迅的 分析这些心啊 分析的很细致 你物以己之常 盖人 为己之善行人 哎 你进步不少啊 好像自己学的特别好 先生不如自己了 那种态势就出来了 见人有 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斑然舍己而从之 且为厌称而广述之 就是他有一点好啊 哎 你就 成人之美 你就赞叹他 他的不好 你 包容都不假 比方说他缺点很多 你都包容不假 他有一点好 你就赞叹 我们能做到这样啊 那对方 善根自然就流出来了 他自然就惭愧 不好意思 所以善根不是要求出来了 我们太习惯了 用要求的 逼人家 就范 不是 逼人家要这么做 反而是因为正己化人啊 那个化是自自然然 不是要求出来的 好 所以请大家帮忙一下 假如家里面 关系不容下 这一段话拍不上用场 一定要告诉我一下 我们再来好好探讨一下 好 这个 尊长前 身要低 那代表讲话的时候啊 不能如露无人之境 所以一个人 他形成什么习惯 这个都是从生活当中养成的 他假如懂得自己的一银一行啊 也都要顾及到 有没有去影响到别人 这个都是恭敬心啊 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都能关照到 都能提得起来 不能让小孩 从小成长过程 就是都很随自己的性了 所以常理极要 对重篇有说了 不可高声喧哗 扰乱他人视听 所以对一般的人说话都要注重英量 何况是在长辈的面前 那第一不闻 却非疑 你看这句子里面 我们假如善于去领悟啊 那这句话就指导我们 讲话要恰到好处 从这一句再延伸出来 什么都要恰到好处 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抱歉了 所以学传统话要举一一反三了 你这么去学啊 学一句啊 这个意趣无穷啊 很有受用了 回答长辈的话太小声 那长辈就听不清楚了 这个都要考虑到 那甚至于现在孩子 长辈问一句话 他都没有回应 那可能这个也是比较胆怯 每个人都有与生带来的性格 可是你当父母的就要懂得这些生活教育 道圣 道圣和父先生 也说他小时候啊 很内向啊 很爱哭啊 他后来在企业界行菩萨道 这个都跟他母亲的教育很有关系啊 把他的性格啊 都有调整过来 所以孩子不懂得这种应对进退啊 遇到长辈 遇到他人 很可能就会让人家误会 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 好像很怠慢 很骄傲 这样就影响他的人际关系了 那禁闭区 见长辈的时候 进见长辈的时候 动作啊 要快步向前 因为长辈在等我们了 你不能 这个悠哉悠哉的就显得怠慢了 那退避池 退避池 比较稳重 再来 这个缓缓的离开啊 给长辈的感觉也是 长辈跟你讲话 你是比较容易接受 长辈的这些叮咛 你假如长辈话一玩 你恨不得赶快离开啊 那 那给长辈的感觉 好像 不是很接受 他这些叮咛 甚至于退得慢啊 也是考虑到 长辈会不会又要说什么 或者又要交代什么 你看这个进退之间 这些心境啊 都是很可贵的 那问起对 事物疑 常理举要 在校篇 有讲到 向师长 质疑问难 必起立 跟老师请教问题 要站起来 这种恭敬求学的态度 仿人篇 谈话应答 必顾望 不能谈话应答 眼睛啊 要看着对方 所以孩子这些恭敬的态度 都是从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啊 培养出来的 不是突然就养成的啦 习惯 乘治的啦 因为假如我们的眼神 不专注乱动啊 那会让长辈感觉漫不经心的啦 这个就不恭敬了 那我们提到啊 这个地址归每一句啊 首先我们要有身教 我们是当人家父母长辈的 我们真的 有问起对事物疑吗 我们听人家讲话有很专注吗 身教在先哦 威仪注持有责得之身教 那柔和直指摄身得言教 孩子有不相应的时候 我们才好去提醒他 是身教言教 那提醒的时候也要柔和直指哦 不要都是指责的 常常以这个经典指责孩子呢 有时候会让孩子产生对这种传统化的 经典的反感呢 还有整个静教 你家庭团体的环境的一种氛围 这个对孩子学习 经典学习地址归言 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现在都要多管齐下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